这个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第几期了 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 我那个节目 就是在直播的时候 那节目的那个序号写错了 是因为我现在就好多时候 我已经记不清楚 就是说这个节目 现在做到哪期了 这个毛病已经挺长时间了 挺早以前就已经 我朋友指出来过 说你怎么好像 你自己都不记得 现在是第几期 就是反正我要写错了 然后你也不用太在意 现在应该比如说 现在我就写错了 现在我写的是第五期 但实际上应该已经是第八期了 现在应该已经是第八期了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太介意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就这个宇宙学这个节目 我是打算做一百期的 或者奔着一百期去 上周我们聊黑洞 黑洞这概念有点抽象 有点哲学 有点抽象 然后很多朋友 就是我看了一下 因为我没看其他平台 我因为最近比较忙 我只看了一下 喜马拉雅的大家反馈 那天做直播的时候 说实话 就是说我看斗鱼弹幕的 大家是没什么大家问题的 就是说大家看起来 是应该都听明白了 然后喜马拉雅那边 好像就好多人说 就是说也不是说没听明白 反正就是不是特别明白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求证质量 说黑洞那个质量 说怎么怎么你就 你这个一会一会这个公式 一会那个公式 然后怎么就给求出来了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 就到底是依据哪个最详细的公式 然后我今天没事干 下午的时候 我正好拉着我一个同事 然后我们俩列了一下 黑洞质量的计算公式 就是拉着招人闲的数学博士 然后我们俩研究了一下 所以我们列了一个公式给你 这个MH H就是那黑洞 我们就MH 因为它这个黑洞名字叫Hell 所以地狱 所以MH 等于C0的三次方 除以2πP0的二次方 MH是这个黑洞 这个公式呢 也适用于其他的引力公式 知道吧 二指禅大哥啊 C0C啊 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飞船 我给你画的这个 我画的这个图啊 很可爱的小飞船 就是这个飞船围绕 黑洞飞行的周长 对吧 圆形轨道的这个周长 P是什么呢 P就是这个周期 就是你围绕它飞行的这个周期 对吧 π不用说了 这个圆周率3.14 G呢 是牛顿的这个引力常数 但是我们这里头 这个也没有出现 但是这个你如果真的去 因为还要计算一个太阳质量 所以我们这个也 顺便把这个G也列了一下 但是没有列入这个公式 所以这个黑洞的质量 就是具体的求证方法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公式 你就可以把它给求出来 然后上周我们也给出了 就是我们这个假设啊 因为这我们这个故事啊 黑洞这个故事 其实是一个假设 不是一个真的 说我们开到黑洞那 有一飞船在围着那什么 就是有些朋友听着这个 也不知道是太认真了 还是太不认真了 我们只是在假设 飞船围绕着轨道周期 围绕着这个黑洞运转的轨道周期 是5分46秒 这是我们假设出来的 周长呢 是10的六次方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周长和这个速度啊 我们带入到这个公式里头 对吗 我们就能求出来 这个MH等于10个太阳质量 这个是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黑洞 是这么大 所以这是10个太阳质量啊 就是地狱黑洞的这个举例啊 这个是基普索恩 他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为什么要去拍那个星际穿越 就是他是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你去跟普通的人 就是说咱们这个也不搞科研 对吧 都大家都是普通人 你去说这个黑洞 他是什么样的 实在是太抽象了 所以呢 基普索恩就有这么一个点子 这个点子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们假设有一飞船 我们到那黑洞那儿 然后呢 这个黑洞有多大 我们该怎么计算 就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接着这个推定出来的 我们假设这是一个10个太阳质量的一个黑洞啊 这是我们这个推断出来的 我们就假设我们现在想再进入这个黑洞 我们再想进去看一看 说黑洞里头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进入到黑洞 会不会像基普索恩在那个 那个叫叫这个什么星际穿越啊 这个对吧 星际穿越里头所描述的 说你进去以后 然后会是会是什么样 我们先说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进入到某一个黑洞里头 我们先不说就是说进去以后什么样 我们先说假设假设啊 我们还是假设 我们坐着一艘飞船啊 我们坐着一艘飞船 我们这艘飞船呢 反正是一个这个反正也不是现在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我们就假设啊 还是我们假设啊 在这一个飞船上 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地域 这个黑洞啊 我们还是围着它在飞 我们现在想探测一下 这黑洞的里头啊 我们上一期已经给大家假设了一下 对吧 你是船长啊 你的这个大富王建国啊 你的这个 不是不是大富弄女的吧 大富啊 刘翠辉啊 然后你这个 这个飞船上的这个AI 人工智能AI啊 叫王建国啊 然后你这个 你现在准备一艘探测器 你探测器李福棍探测器 咱们就把这个李福棍啊 就往这个黑洞里头发射一下 咱们看看李福棍在十个太阳质量下 他能够看到什么啊 就是他他在十个太阳质量的这个黑洞 咱们往他 把它往这个黑洞里头打 咱们看看这个李福棍会经历什么啊 咱们假设这个李福棍是身高十厘米 因为不能太高啊 为什么不能太高 待会我告诉你啊 因为这个 这个引力比较大啊 这个重力加速比较高 所以这个咱们假推定一下啊 就这个李福棍不能太高啊 十厘米 李福棍呢 结构比较简单啊 他也没有什么 说他是个机器人 不如说他就是个手电筒吧啊 李福棍特简单啊 李福棍呢 就是他有一个引擎 这个引擎呢 就能喷一次啊 然后喷完了 他就停下来 因为他要往黑洞冲嘛 对吧 那你喷着呢 不就还黑洞轨道了吗 所以他就往那喷啊 他呢就在这黑洞的引力下啊 在重力作用下 让他直接跌落到这黑洞里头去 跌落的同时 咱们派他出去 咱得看看说这黑洞里头有什么吗 对不对啊 所以咱们让他啊 就特简单 就给他一个绿色的灯就行了啊 这个灯不是普通的 让给他一个激光束 让他不断的能够 喷一个绿色的激光束出来 为什么绿色的 因为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他的波长 对吧 他什么时候会产生红移 我们要看他的波长 这样我们能计算他的速度 对不对 所以让他啊 设一个绿色激光束 冲我们的这个飞船的某一个接收器啊 就假设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统计在电磁震荡下啊 他的下落距离 还有他所有的这个信息啊 就有点像咱们听广播似的 然后那一边广播着一边走啊 所以呢 那咱们就找一个极日啊 找一个黄道极日 看看黄历 今天一发射李富贵 哎 咱就把李富贵射出去 李富贵号啊 射出去以后呢 我们马上就收到了李富贵 发出来的这个绿光啊 绿光 然后这个你的大副 刘翠花啊 负责监控李富贵 这个准个的动向 波长啊 波长很重要 波长是我们能够用仪器观测到 虽然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到 那但是用我们的仪器是可以观测到的 最精确的能够统计出他的运动速度和他的运动距离的这么一个数据 当他离开飞船的时候 嗯 他运动的越快 那么他最开始射回的是一个绿光 对吧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红仪啊 他最开始看出来射出来是一个绿光 但是大家知道啊 可见光在这个频率上 现在能看见这张图吗 在频率上 看到吧 频率高的是蓝光 频率低的是这个红光 看到了吗 他这波长越来越越来越这个长 对不对啊 所以 绿光正好在中间 我们只要去统计 他这个绿光什么时候会产生红仪 我们就知道李富贵离咱们有多远了 对不对啊 所以理论上来说 咱们的飞船看着李富贵离开 我们应该看到什么 我们应该看到李富贵最开始是一个绿色的 对吧 李富贵头上有点绿 然后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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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变成了红色 于是试验开始了啊 这个李富贵被我们扔出去 他离开了我们这个轨道 然后直接进入到向黑洞下落的这个轨迹上啊 等他开始下落的时候 咱们开始计量他的激光信号的到达时间 当他离开我们飞船的啊 当然这是我们的假定轨道啊 这是我们假定100万啊 公里的这个这个长的轨道 这是我们假定的轨道 当他离开了这个轨道之后 10秒之后 你不会发现发现他有任何的变化 那因为一切都会正常 因为这个时候10秒 他会跌落多少呢 他只会跌落2630公里 那这是按照我们刚才这个公式 按照按照这个黑洞质量来推算 和我们的运动速度来推算 所以10秒的时候 他的速度会达到530公里每秒 等到了20秒的时候 他的下落速度会直接变成 刚才的四倍 也就是说 他会直接下落10520公里 他的速度会达到2120公里每秒 等到了60秒的时候 他离开飞船60秒的时候 他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9700公里 这个时候他已经下跌了 这个下落了这个13万5公里 等到他的这个 这个就是到了这个世界的距离啊 这个时候已经超过六分之五了 现在到了60秒的时候啊 这个我们都看不出来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加速度 但是接下来的一秒多的时间 这就非常非常关键了 等到61秒的时候 你会发现系统仍然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 世界在李福贵号探测器下方 14000公里 他的速度会达到多少呢 会达到13000米每秒 这是61秒的时候啊 你看啊 这个13000米每秒 但是再加0.7秒 再加0.7秒 他的速度就会达到光速的13% 他会达到光速的 就是已经达到39000公里每秒了 这已经是光速的13%了 对吧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光已经开始产生明确的变化了 他已经开始由绿 开始到红了 而且你监测红 监测到红光 你的肉眼能看见 只有一刹那 这一刹那小到十分之一秒 从61.7秒到61.8秒 他的加速会被加速到光速 所以你看到那个红光 只是一刹那就过去了 可能你的肉眼都捕捉不到 他会迅速开始向下 变成什么 先是变成红光 然后变成什么 然后变成微波 看到了吗 变成微波 然后再变成什么 再变成无线电波 对吗 等到了十分之一秒 这61.8秒的时候 你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就这0.1秒 你再也看不见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达到光速了 你不可见了 对吧 世界消失了 就这个你再也看不见他了 但是就是在激光消失的最后 他也会一直在向你汇报 知道吧 就是这个是会非常突然的就终止了 就是像可能李福贵一直在跟你说 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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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看 你记录下来的数据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周期 激光的波长移动的整个过程 它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周期啊 波长增加四倍 它的加速率 几乎就是一个常数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 它是每0.00014秒 它的波长会加长一倍 波长加长 明白什么意思吧 就是变慢了 对吧 所以波长每0.00014秒 它就会增加一倍 当它经过33次加倍 也就是说经过了0.0046秒之后 波长就已经达到四公里了 四公里的波长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波有波峰波谷 对不对 随着距离的拉长 这波会越来越长 对不对啊 所以波长达到四公里 这是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 我们能够记录下来的极限 就是因为几乎就已经是一条直线了 四公里长的一条波 你说这四公里怎么怎么叫一条波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所以这已经是我们设备记录的极限了 但是不是说这个波长就不加倍了 这波长仍然还会加倍 只是我们再也探测不到了 波长会加倍到什么呢 会加倍到无限大 你看那边我给你写了一个无限 也就是说 它会继续无限次的加倍加倍加倍 然后波长变得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所以虽然李富贵这个探测器 它确实是消失了 但实际上 它还在有特别特别淡的信号 在网外发 只是我们看不见了 我们实在是看不见了 这不是说李富贵还没有穿过世界 这最后最后它发出来这一个波长 你永远为什么是无限的 你永远也说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它需要无限长 它达到光速了 它需要无限长的时间 它才能够从黑洞的那个引力束缚里头逃出来 你才能捕捉到 但是它能逃出来吗 它逃不出来 因为它已经达到速度的上限了 其实我们换句话说 李富贵在很多分钟以前 就以光速已经飞过世界了 只不过你收到这个 等你收到李富贵返回到信号的时候 那是它过去遗留下来 你要过好几分钟 你才能收到 但实际上它早就已经超过光速 就是这个达到光速 就已经跌落进去了 知道吧 信号走得太慢 过去遗留下来的 从外到里 越往里速度越快 越往外速度越慢 所以你先收到了外围的 然后你再收到了里头的 但是最后最后那一丝 你永远也收不着 所以你研究了半天 结果你突然发现 李富贵好像啥也没说 就是他把它 我们把它给发射出去了 发射出去以后 然后他就真走了 好像什么也没有 他也没告诉我们什么 对吧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自己就看一看 亲自 咱们假设 就是你是一特大胆的一个船长 咱们假设 你特好提 你现在觉得说得了 反正人生自古谁无死 那我就上飞船 我自己 我去看一看这个黑洞什么样 所以呢 那咱们假设 你现在进入了飞船 然后你脱离了母船 你现在进入到了黑洞的圆形轨道 你就是圆形轨道 你不是自杀的 对吧 你不能像李富贵那样 你说我进去了以后 然后咱们就 咱们就直接啊 就就往里跌落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啊 所以咱们先就说啊 你啊 这个飞船比李富贵稍微高档一点 你这个飞船有多高档呢 你有一个推进系统 这个推进系统可以保证什么呢 可以保证你在任何轨道下 他都可以把你往前推 让你保持一个速度 围绕着黑洞的安全轨道运转 啊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掉下去 你会这个离心力 会会进入到黑洞的开普勒轨道 啊 会引力跟离心力会抵消 所以你现在的操作方法 我们假设啊 我们设计一下 就是很简单 你坐上那飞船 你喷一下火 啊 然后让飞船达到某一个速度 对吧 然后你熄火 然后让这个飞船在轨道上稳定了之后 你关闭 这个 这个这个引擎 那你不让它再再往前喷了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又会被黑洞往里头拉一点 拉到下一层轨道的时候 你再喷火 让它围着这个黑洞转 咱们看一看 这样的黑洞 十个太阳大的黑洞啊 你最近最近 你能靠到黑洞 多近 然后你会发生什么 啊 这就是螺旋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 世界周长的十点零零零一倍 我们的轨道只要在十 不是那个什么十啊 一点零一倍啊 一点零零零一倍 为什么是世界周长的零 这个一点零零零一倍 因为这是你能够达到最大逃逸速度的最后可能 因为如果是一倍的话 你就跌入跌落到这个这个世界里去了 你就被黑洞给拉进去了 对吧 只有在这个轨道上 你还有一点可能 你可以逃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靠世界 我们靠这个黑洞的世界 靠的足够近 对吧 我们可以靠的足够近 我们又不至于搭上一条命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轨道的目标 所以你就按照这种方法 你慢慢的点火 熄火 点火 熄火 然后你会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事 在十万公里长的这个轨道上 就是你看你的母船在一百万公里的轨道上 等你到了十万公里长的这个轨道的时候 你就已经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身边有很多东西会变啊 你会开始首先感觉到什么呢 你会感觉到一股力量 把你的脚再往下拉 你的头再往上拉 哎 这是很奇怪的体验 我们在地球上是肯定体验不到的 脚往下 头往上啊 就好像要把你给拉长似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黑洞的引力结果了 脚 你的脚 比你的头 更靠近黑洞 对不对啊 因为我们假设啊 你是脚朝下啊 你的脚比你的头 更靠近黑洞 所以脚比头感受到的作用力 会更长 会更强一些 对吧 这个理论在地球上 其实也是这样的 但那你说我怎么在地球上 我没感觉到有人拉我呀 因为你感受不到 因为地球的这个头脚啊 引力差别太小了 这还不到百分分之一呢 知道吧 就太小太小太小了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能感受到 如果你要是感觉特别敏锐的话 你也能感受到脚再往下 头再往上 但是因为太小 可是当黑洞这么大 十个太阳这么大的黑洞 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这个引力的话 那你就能够感觉到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你头脚的引力差 已经达到了八分之一 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所以轨道运动的离心力 抵消掉了黑洞的引力 对吧 你围着这个这个大球运动 他就抵消了这个引力 引力就不存在了 你在中间这个待着 所以你的脚会多受十六分之一的这个向下拉的拉力 你的头会多受十六分之一向上拉的拉力 对吗 所以 这就是你在黑洞 在这么近的距离 你首先会感觉到的 但是你虽然这时候 你肯定会觉得挺害怕的 对吧 你这就给我拉断了 怎么办啊 但是随着轨道缩小 随着你越来越近这个黑洞 你会发现 头和脚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了 在到了八万公里的轨道上的时候 就你离 这已经非常明显 在天文上 几乎就已经贴着了啊 这个时候拉力已经上升到了四分之一 头脚的拉力已经上升到了四分之一 等到了五万公里的时候 地 就是你受到拉力已经等于地球的引力了 这个时候就你已经 咱们假设你的太空舱是没有引力的 你在那里就飘着 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落地了 因为跟地球引力是一样了 但是你的头也受这么多的引力 知道吧 就是这是一个跟我们在地球上站着不一样 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只能感觉到脚被拉着 但是如果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你的头也跟你站着一样 你也受这么一个向上的力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把你拉断 这还不太可能啊 你说这个引力相互的引力 我把你给拉断 可是如果下降到了这个三万公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引力就会变成地球的四倍 这身体不好的这个估计可能头就下来了 那这个上上下可能就分开了 那这身体不好 咱们就假设啊 你平时特别注意锻炼啊 你老去健身房啊 然后这个你老跟这个小姐姐 你这个活塞啊 然后什么 你这特别结实啊 那么就假设啊 你特别结实 你能够继续忍 到了三万公里的时候 四倍地球引力还没有把你拉断 如果下降到了两万公里的轨道 那儿的力量已经是15g了 15g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基本上再加一点力 什么人都得拉断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估计啊 你能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你可能 你可能想想拳起来啊 你可能想头头贴着脚 这样的话 这头跟脚靠的近的话 那你折过来 这样拉力就可以小一点 但是这个时候拉力已经太强了 你想弯腰 你都已经弯不了了 因为可能你已经明显长高了 这个时候啊 就只只能这么说 所以这个如果说 这个时候你再认着这个飞船 再继续靠近黑洞的话 那毫无疑问啊 这就热闹了 啪 然后全是血啊 然后你就撕裂了啊 所以你有可能到达黑洞的临近吗 不可能了啊 两万三万公里的轨道 这基本上已经是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了 就十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你也就靠这么近了 但是不要紧 三万公里的轨道啊 已经足够你看见很多东西 因为离这已经非常近了 你能看见什么呢 你能看见的是一个漂亮的光球 漂亮的光球 但这不是黑洞的本身 我已经说了啊 这是什么 这是有引力困在黑洞表面的光 你可能只能看见这个 但是我们说 我们假设的这个 现在你去看的这个黑洞啊 它不是转的啊 它不旋转 所以你现在看这个图片 中间那个圆盘是没有的啊 你能看见一个大光球 这光球的表面全是光啊 但是你在什么东西 其他都看不见了 说黑洞里头什么样 这你是肯定看不见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 再往里头靠啊 得不偿失啊 当然得靠成两个人啊 对吧 我一个人来的两个人回去 这个不太好啊 关键两个半 两个一半的人回去 这个不太好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掉头 咱们还是回去吧 啊 回到这个飞船呢 哎 你就 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为什么 你受不了这个拉力 是不是因为你平时的锻炼 不够认真 其实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拉力 到底是哪来的 啊 它到底是哪来的 实际上 这个拉力在我们地球上也有 它就是我们地球上 引起潮汐的 潮汐力 这个时候 说起潮汐力 我们前一阵刚刚给大家讲过啊 我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地球离月亮最近的那一端 对吧 月亮到地球 跟地球对着那一端 海洋会受最强的月亮引力 对吗 所以海洋会怎么样 会鼓起一个包 朝着月球 当然啊 这个包啊 这我们实在看不见 因为这个包太大了啊 它其实它这个地球 都是鼓出一个大包的 对吧 呃 会是这样的 对吗 这个 只不过我们实在是 我们实在是这个 看不见啊 但是它确实鼓起来了 对吗 但是在相对的另一端 也会出现一个大包 为什么 聪明的你 想一想 为什么 离 你说离月球近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月球有引力 对吧 它把我们的海洋往起拉了一点 那么离月亮远的地方 它为什么也鼓起来了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什么呀 那边离月亮最远 所以它受月球的引力 也就最远 那么它也会试图离开月球 随着这个地球自转 每24个小时 会出现两次潮 对不对 所以你经历的引力 就是你刚才在这个船里头 向上的力和向下力 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告诉你 很简单 就是这样的 你就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地球 月亮就是那黑洞 知道吧 月亮转到你的一侧的时候 它会把你这一侧的海水 给吸引起来 它同时会让另外的一侧的海水 也鼓起来 因为那侧海水 在试图逃逸掉这个力 因为它有离心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你刚才所接受的 这个两个力的实际情况 所以这个力 我们也是可以计算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爱因斯坦 在管理相对论里头 他把潮汐力描述成了什么 空间区率和时间卷曲的结果 这句话说起来又很绕 啥叫空间区率 啥叫时空卷曲 可能没听过我们之前爱因斯坦宇宙的 这个听众 根本就听不懂 其实这个爱因斯坦 他自己说 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间的区别 这东西就是什么 这东西就是时空区率 因为你想想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 时间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必要探讨的东西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时间 你有了一个空间 这空间两个点有了距离 对吧 有一个A点 有一个B点 在一个空间内 它分开了 你要从A点行动到B点 这样的话才会产生时间 对吗 但如果说没有空间 那还会有时间吗 时间没有任何概念 对吗 所以时间和空间 在相对论 在场论里头 它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啥叫时空区率 这我们要接回上一期 最后最后 我跟大家说了 整个的宇宙 过去牛顿的宇宙是静止的 牛顿认为这宇宙的关系非常简单 就是大的星星 它有大引力 小的星星 它有小引力 对吗 大星星拉着小星星 然后宇宙就转起来了 这个星星 同时可能受两个力 那个星星受三个力 这星星可能受一百个力 然后宇宙就这么运转起来了 但是相对论发现什么 相对论发现 这个宇宙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宇宙有点像是在一块布上 对吗 这块布就是所谓的场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场论 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么一块布上 每一个有质量的物体 都会把这块布向下压出一个凹面来 黑洞 黑洞是什么样的 黑洞是一个质量极大的基点 对不对 这个基点 它把这个画布 因为它的质量太大了 所以它把这块布向下压的非常非常的多 它往下这个沉的非常的多 在这个布的表面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 这就是我们看见的黑洞 我们能看到的这黑洞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地球 就是我们的月球 不用说地球月球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实际上我们所有 不管你的质量大小 我们都会或多或少的在这个场上压出一个小坑来 这个小坑压下去了以后 它会跟 因为你想本来是一个平面 对吧 我压去一个坑 压去一个坑之后 就会出现什么 沿着这个坑的周围会出现一个曲面 对不对 这个曲面 它的弯曲程度 就是它的曲率 你的这个星球的质量越大 你压下去的那个坑越多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想一下 如果我沿着这块布 我向这块布上再投一个小石头 那么这块小石头 在行动到这个曲率的这个边缘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不会直接掉下去 对不对 它一定会沿着边缘开始行走 对吗 它一定会开始围着你的这个 这个大质量物体开始旋转 当然在地球上 我们没法还原这个 因为我们地球上还有一个硬力影响 所以我们没法去还原这件事情 但是在宇宙里头 有如果说啊 这个一个小的物体 围着一个大的物体在旋转的话 那么如果它的所受的引力 和它的这个向外 围绕它这个运转的时候 这个离心力如果能够平衡的话 那么它就会达到开普勒轨道 它不会继续向下跌落 它会一直保持一个速度 互相之间围着转 所以如果你看明白了这一点 那么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其实我们这个宇宙 我们这个地球和月球的关系 其实是一个什么关系 其实对于牛顿来说 这是一个引力关系 对吧 地球对月球有引力 月球对地球也有引力 月球对地球的引力 其实就是产生了潮汐 但实际上 如果按照爱因斯坦来看的话 那么地球跟月球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时空趋率的关系 是我们地球也把这个布给压弯了一点 月球也把这个压弯了一点 所以潮汐引力这个东西 其实它跟时空的扭曲是并存的 你不要老把时空 有人说这时空扭曲 哇好棒啊 这时候穿梭时间了 你不要老把时空这个概念 先想成那科幻概念 21世纪 这个时间之母 什么这个白恶纪 然后这个派科赛号 不是那时空啊 跟那两码事 时空其实就是一体的 没有空间 我们根本就不用谈时间 知道吧 所以所谓的时空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或者我们把时空换一下 这个东西叫场 我们就管它叫一个场 它像一张网 或者它像一张大的布 所以时空扭曲是一码事 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码事 一个肯定跟另一个扭在一起 所以海洋潮汐里头 时空的扭曲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太小太小太小了 就是地球这么大的质量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已经非常非常大的质量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怎么去计算 地球造成的地球的区率 我们必须得用极其精确的仪器 才能测量出 说地球的这个这个引力场是多大 这我们只能这么去测算的 但是为什么 那刚才你现在要想 为什么李富贵 你派出现在李富贵 李富贵为什么没被撕碎 李富贵为什么没有像你一样 差点的被撕碎 差点的被撕碎 为什么 其实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第一 它比你小 我说了李富贵只有十厘米 它必须得非常非常的小 这样的话 如果它保持它只有十厘米的话 那么它头和脚的引力差 它相应的也会差得很小 第二 它比你结实 比你结实什么意思 它是钛合金的 你是人肉和骨头的 它是钛合金的 所以它比你的骨头要硬很多 现在 你也可以知道 其实李富贵也没比你好多少 因为当它穿越 等它 就是当它穿过这个黑洞的这个世界的时候 它向这个基点去跌落的时候 它也会感受到非常非常强的潮汐力 它也会越跌越强 最后李富贵也会被拉开的 而且李富贵被拉开的时候 是像四面八方被拉开的 你只是上下被拉开 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进入到世界 世界面以下 我之前说了 整个黑洞的基点的周围 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是一个混沌的 因为这基点 我们实在谈不上 它有什么规律 它是完全是一个混沌的 也就是说 在整个基点的这个过程中 或者说在基点附近 力是从四面八方来的 可能全是随机的 可能这拉一下 那拉一下 这拉一下 那拉一下 所以李富贵的下场 肯定比你要惨多了 你顶多也就是被拉成两半 李富贵肯定是被拉成了 这个7086 不知道被拉成了 最后原子都会被拉碎 都全都拉成这个亚原子粒子 最后跌落到这个基点里头 李富贵的这个过程 就是他被拉碎的这个过程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概就是他穿过黑洞 0.0002秒 这个时候 他已经接近了黑洞的那个基点了 已经就是非常非常接近 这个黑洞基点了 在那儿 黑洞的这个潮汐力又活跃起来了 因为我之前说了 所有的大质量都向着基点跌落 对不对 所有的大质量都向基点跌落 但是也就是说在世界以下 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巨大的引力 但这个引力 因为大质量物体实在太大了 太多了 对吧 所以这么大的引力 它是从四面八方来的 当然它的总趋势是什么 是向着基点跌落 但是在跌落的过程中 它很有可能会被拉的 这个708落 完全是混沌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到 一个整块的 因为就是连原子都拉碎了 这个就是基点的一个本性 当你无限靠近基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周围的力的关系 全是混沌的震荡的 而且在这里头 时空的区率无限大 这个我们也理解不了 因为质量实在太大了 基点的质量实在太大了 所以它所引起 它在这个往下压的 往下压的距离 也是无限大的 我们不知道它能压下多少 我们只能在数学上幻想无限大 那你想它既然它没有一个底 你也不知道它能往下压多少 对吗 那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它的区率到底有多大 我们只能说这个区率也是无限大的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我们整个宇宙中最难理解 最抽象 也最没有道理的一个区域 当然基点 引力基点 重力基点 或者叫引力基点 基点 如果我们搞明白 基点到底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 它的混沌 是真的混沌 是真真正正的随机 还是有序的 甚至基点这个问题 它究竟应该是一个 宏观物理学的问题 还是一个微观物理学的问题 当然这些我们目前都没有搞清楚 如果我们搞清楚基点 那我们完全可能就能找到宇宙的产生的原因了 对吗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从这么一个基点开始膨胀的 所以我们想一想黑洞的历史 黑洞历史 其实早在1965年 有一英国的物理学家 彭洛斯 他就在研究完这个广义相对论的时候 他就证明了一点 他说基点肯定藏在黑洞的内部 对吗 因为这是一个厂啊 这么大质量 这么多的 这么大的这个质量 密度无限大的这么一个基点 对吗 你有多大的质量 他的密度无限大 那么他所引起的 他说肯定会什么 肯定也是无限大的 所以这肯定 就是他他说的这个尺度 肯定远远超过亚原子粒子 对吗 因为引力的影响 原子分子原子啊 然后这个这个氢子啊 这个夸克肯定会被无限拉碎啊 因为太大了 然后不断的向下跌落 向下跌落 向下跌落 所以这是毫无疑问 黑洞的顶点 肯定是这么一个 10的负33次方 在普朗克尺度下这么小的一个点 但这个点的密度 无限大 到了69年啊 利弗奇斯 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啊 其实俄罗斯有一个叫黑洞三剑克啊 黑洞三马车 这也是就是黑洞研究领域 特别特别有名的 一个是利弗奇斯 一个是这个卡拉特尼科夫 还有一个是呃 别林斯基啊 这三个人 其实他们是也就是他们比较早啊 去琢磨这个问题 他们三个人的这个理论啊 是一个推一个 这三个人的研究呢 就是我们就长话短说啊 他们发现就是在基点的这个临近 潮汐引力一定是混沌的 那肯定是没有没有方向的 所以呢 他们三个就比喻了一下 他说这个就基点附近是什么东西呢 是太飞糖 就像我们做太飞糖一样 做太飞糖 就是什么呀 我们一会儿要往这边拉 一会儿要往那边拉 一会儿要这么压啊 或者我们做年糕啊 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做年糕 我们的就是你要你要拉那个年糕 那没有什么顺序 你就你就要么就往下压 要么就往起拉 但是完全是随机的 也没有什么顺序 对吧 60年代或者70年代 这是整个人类对黑洞 最有兴趣的一个年代 那是黑洞理论的这个黄金年代 黄金年代的这个物理学家 很遗憾的是什么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观测到的相对论的 一些这个这个佐证还非常少 那时候我们观测不到引力波 对吧 我们我们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望远镜 所以那个时候研究黑洞 只能从数学上去研究 但是因为缺乏观测证据 所以那个时候的物理学家 还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广义相对论的这些方程 所以黑洞很多的这个行为 还有特性 还是觉得他们特别 让他们特别特别的困惑 比如说这个 他说的这恒星 无论什么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基点 对吗 总会产生包围隐藏基点的世界 也就是说这个基点的边上 肯定会有一个什么呀 引力的边界 那么当光接近这个 或者当所有的物质 接近这个引力边界的时候 那么它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它的速度不够 那么它就会继续向基点跌落 一个是它的速度够 那么它就会继续绕世界面旋转 对吗 所以世界和基点之间 换句话说 就是黑洞的 等会儿给大家找一图 换句话说 黑洞的中心是这个基点 这是它的质量最大的地方 对吧 那么基点是不可能暴露在外边的 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 我们也不太可能有任何探测器 有任何手段 因为你想连光都逃不出来 对吗 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手段 我们不会有任何探测能力 或者探测方法 我们去看到 说这个世界面以下到基点的 这部分黑的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样 看不见 所以这就引生出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叫什么 叫宇宙监督猜想 这个理论 这是彭洛斯起的一个名 彭洛斯 因为这玩意 你想想 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 但是我们能在数学上看到它 对吧 我们已经讲了一期黑洞了 你到现在听得也七七八八了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吗 它的里头竟然有一个 和我们宇宙大爆炸的起点 非常相近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外边包裹着一层 无论任何人 无论这宇宙的任何物质 都肯定出不来的东西 都肯定看不见的东西 就是你进去了肯定出不来 对吗 所以 这个彭洛斯就提出了 这个叫宇宙监督猜想 啥意思 他认为啊 这宇宙里头 隐藏着一些秘密 这秘密 当然不是上帝藏起来的 这个秘密 是咱们这自然法则藏起来的 换句话说 如果说积点跟宇宙大爆炸 跟我们的这个起始的这个积点 有着某种关系的话 那么有可能我们看到了这个积点 当我们解开了积点的秘密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知道宇宙的一切秘密了 但是 就是因为不让你看到这个积点里头的东西 所以这个法则在积点的外围 设计了一个谁也逃不出来的引力漩涡 让这个积点深深的沉在场的最下方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人 或者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去看一下积点再回来 所以这就相当于法则 或者说我们说有上帝的话 那么上帝在积点的外围 加了一层保护套 这个保护套 就保护着积点的秘密 可能永远我们也解不开 就是也不是我们解不开 是就这宇宙里的所有东西 可能统统都解不开 就算你说 有一人说得了 我呀 我就是 我就这个 昭文道 啊 这个 悉死则已 我 我只要看见这个基点什么样都行了 但是就算你 你说我愿意付出生命代价 我就为了看一眼这个基点 但你也是看不见的 因为就即便你能看见 我刚才说了 就是你都到不了这个世界面下 因为你已经被拉断了 知道吧 你你能被拉断 你肯定是看不见的 即便是你说我身体贼好啊 我特别棒的身体啊 我这个这个 哎呀 这个我 我这个一百个这个性经验啊 我身体特别好 但就就算是这样的身体 你也没戏啊 也没戏 因为你到了这个黑洞里头 你就算你看见这个基点了 你什么也传不出来 一丁点物质也不会流下 因为就是原子层面全拉断了 也许在未来 我们可能能证明 说 这个所谓的宇宙监督 它是不是一个终极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 那那不知道多上未来 那跟咱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黑洞 咱们想解开的这个谜 就是这漆黑一团里头的 一个点而已 对吗 问题复杂不复杂 很复杂 但是问题简单不简单 也很简单 我们其实只要想知道这个点 这个点外边包裹的是什么 这里头有什么东西 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话题 对吧 在接近黑洞世界的这个外面啊 我们仍然能探测到很多的现象 所以啊 我们现在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说了黑洞 不是这个地域这个黑洞 我们假设 它是十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但如果说 十个太阳质量 它有极其强大的潮汐力 但如果说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潮汐力 稍微弱一点的黑洞呢 实际上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再看看广义相对论 黑洞的质量越大 世界上和世界外的潮汐引力 会怎么样呢 会越弱 你看啊 乍一听好像有点矛盾 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 非常的简单 潮汐力 潮汐力啊 等一下啊 潮汐力 它和黑洞的质量啊 除以周长的力方成正比 对不对啊 质量增加的时候 那么 你有没有想过 世界的这个周长也变大了 对不对 因为它质量增加了 它体积变大了 它的世界的周长也变大了 对吗 但如果世界的周长变大了 相当相对于这个 不是这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离基点远了 所以反而它受到的潮汐力 实际上减小了 你向上受到的这个离心力 和你向下受到的这个引力 反而是减小了 所以换句话说 黑洞的质量越大 它的体积就越大 那么它的世界面就越大 那么它在世界面上的引力和离心力就越来越小 所以 这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了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比这个地域更大的黑洞 我们找一个 现在是十个太阳质量 对吗 我们找一个夸张点的 我们找一个一百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够大了吧 对吧 这样的话 相当于这个黑洞比这个地域的这个质量大多少 大十万倍 这样的话 世界也会大十万倍 对不对 那么它的潮汐力 我们简单算一下 会小多少呢 会小十的十次方 也就是一百亿倍 也就是一百亿倍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有能找到这么大一个黑洞 那很有可能 我们现在就可以发一个这个这个探测器 或者哪怕我们派一个真人啊 我们去看一看 那可能就不会被上下撕碎了啊 一点痛苦都不会有了 所以咱们要找一个黑洞啊 比地域再大 这个十万倍 但是 我们能看到啊 我们能看到 在银河系的中心 这不是我们看到啊 就我们现在推测 在银河系的中心 可能就是一个这样大的黑洞 这个黑洞的质量 保证着我们银河系 在围绕着一个旋转中心 在旋转 出现了好几条旋臂啊 我们就在其中的一条旋臂上 但是 这个可有点难啊 因为这个 地域这个黑洞啊 我们假设它离我们 其实只有26光年 对不对啊 但是银河系中心离我们有多远啊 三万光年啊 三万一百光年啊 三万光年的距离 这么远的距离啊 有点累 所以呢 但是我们首先 我们现在把这个地域的探测结果 我们先发回地球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 地域这个黑洞 我们假设它离地球是26光年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发回地球的时候 这个信息要走多长时间 要走26年 所以26年以后 人类在地球的人类 就会接到我们的探测的这个报告 我们发了李富贵探测器啊 就上去李富贵没了啊 对 26年以后 地球就会收到你这份报告 然后我们呢 啊 我因为我们这个做了一个幻想啊 我们就假设啊 我们就假设 我们这飞船特别牛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朝着银河系的中心 我们去找那个更大质量的黑洞啊 我们朝着那个三万光年以外的那个目标 我们就走了 那么对于地球来说 我们给大家讲过双生子的秧谬啊 对于地球来说 我们要走多长时间啊 我们要走三万年 他看见我们 我们肯定是光速嘛 三万年啊 我们要走三万年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只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大概只需要二十年 对吗 这个我们在安斯安宇宙里头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 双生子阳谬 你要是不清楚 你可以听一听啊 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啊 特别简单 你地球上看见你 是你以光速离开地球 你看地球 是光地球以光速离开你 知道吧 所以你在运动的过程中 你回头去看的话 那么你其实是感受不到 那么长的时间 但是作为地球 因为地球是静止的 对吧 相对你是静止的 作为地球来说 他看你是运动的 所以时间对于他来说 那么他只是在看着你 走了三万年啊 但是对于你来说 其实你只走了二十年的时间啊 对吧 因为高速的这个行驶的这个飞船 和这个这个飞行器啊 甚至汽车都会什么呀 都会变形啊 都会膨胀一点点 对不对啊 所以这种时间膨胀 在效果上就成了 如果你能沿着光速去飞行的话 你能按照光速这个速度去飞行的话 那么你可以成为一个时间机器啊 让你这个你光速飞一圈 你回来啊 地球已经过了这个好多 这个好几百年啊 所以呢 这个你呢就通知一下地球吧 你说现在我们现在奔着这个银河系中间去了啊 三万年以后 我们再向你做汇报啊 所以这个给他们一个建议 就是在留在地球上等消息的各位 这个也不知道这个三万年 你能不能冬眠吧啊 那么假设这个都能冬眠啊 你们就都冬眠吧 三万年以后你们再醒过来啊 然后到时候收我们这个信息 于是你向前飞了二十年 飞过了三万光年的距离 啊 这样的话呢 你进入到了银河系的中心 我们假设啊 我们现在还是假设 我们所有都是假设啊 我们假设 银河系中心真的有这样一个黑洞 特别大啊 特别特别的大 一百万个太阳质量这么大的黑洞 我们假设真的有 这样我们能看到什么 我们首先能看到的是 围照着这个黑洞的周围啊 我们一定能看到非常非常壮观的 气体的尘埃 形成的漩涡 因为什么呀 因为它会朝着这个黑洞的引力去跌落 对吧 在世界面上之外 我们能看到一个由慢到快的围绕着这个黑洞旋转的这么一个漩涡 我们假设这个黑洞 它跟之前我们说的这黑洞不太一样 那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地域的黑洞是一个静止的黑洞 我们假设这个黑洞是一个旋转的 为什么这么假设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银河系是一个圆盘 对不对啊 圆盘我刚才说了只有可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形成 一定是在中心质量物体 中心这个大质量在旋转的情况下 才可以形成一个圆盘 对吗 因为圆盘上面和圆盘下边的物体 都往这个质量物体的两极跌落进去了 所以这个只有在圆盘这个这个平面上的物体 它才能受离心力影响 达到开不到轨道 才能围着它转 所以我们猜测 银河系中心的这个 黑洞 它是一个旋转的黑洞 那么 它是肯定有一个 吸机盘 肯定有这么一个圆盘 当然它有一个更大的圆盘的延展 这延展是什么呢 这延展就是我们整个的银河系 所以我们猜想一下 我们还是用刚才这个算黑洞的这个 这个公式 我们也很容易能算出这个黑洞的质量 对吧 我们算一下周长 1850万公里 月球绕地球轨道的八倍 大概就是这么长的一个轨道 我们就围着它先转去 我们先达到开不了轨道 我们先别被它吸进去 检查一下下落的气体 我们估算一下 我们离黑洞的远近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准备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黑洞的世界面 因为它的潮汐力相对之前的十万个 十个太阳的潮汐力应该是没应该小 所以你理论上可以离它更近一些 于是你又坐上了你的小飞船 然后你又开始按照上一个探测方式 喷火靠近一点 喷火吸火 用这种方式螺旋向黑洞这个世界面靠拢 然后呢 慢慢慢慢慢慢的靠拢 不能一下下去 一下下去啥也没了 一层一层一层轨道靠拢 一切都跟我们之前算的是一样的 等你到了周长五千五百万千米的轨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周长刚好是黑洞世界周长的三倍 结果你又发现又出问题了 火箭的推动没有把你引到一个更小的轨道里头去 而是干嘛 而是把你直接向世界面 推进 这个时候你肯定非常的害怕 因为这相当于你没有围绕着它做圆周运动 对不对 你没有像开普勒轨道一样 你围绕着它做圆周运动 而是你直接冲过去了 这个时候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这很正常 因为你之前算的轨道 或者说我们刚才估算的这些轨道 我们是按照牛顿的引力定律设计的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牛顿的世界是静止的 牛顿的引力描述 其实只是宇宙真实引力定律的一种近似值 而不是精确值 在远离世界的地方 无所谓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受到的引力比较小 所以它只要取近似值就可以了 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偏差 但是当你到了世界附近的时候 这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精确的引力描述 那么更精确的引力描述是相对论 在世界附近的时候 它能够以很高的精度和真实引力的定律是一致 相对论怎么说 在接近世界的时候 当然这是爱因斯坦的预言 当你接近世界的时候 引力作用一定会比牛顿估计的更强 所以为了保持这个圆形的轨道 因为你要有离心力去对抗那个引力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就被拉进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加强离心力 也就是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静止和动态 或者说力学跟场论的一点点偏差 就要造成你必须要提高速度 围绕黑洞 做这个轨道运动 当你下落经过三倍世界周长轨道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向前加速前进 如果你还减速的话 那么在你经过那个轨道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被拉偏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等你一旦熄火的时候 那么你已经开始朝着黑洞高速运转了 引力会超过离心力 会直接把你给拉下去 就像一个你扔在坑边上 扔在压弯的布面上的一个小球一样 它就会直接怎么样运动几圈以后 它就会掉下去 这就是静态宇宙跟场论的区别 所以为什么说牛顿 他搞个微积分就够用了 但是爱因斯坦微积分还不够用 必须有什么 黎曼几何 他必须要算出区率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精确的算出来 我们到底需要多大的推进力 我们才能够接近黑洞 但是这个时候啊 你要是再认着这个飞船往里走的话 你就要完蛋了 你就要完蛋了 因为到三个世界周长这么远的时候 你基本上已经开始往下跌落 不断的往下跌落了 所以这时候你马上就要被拉进去了 很有可能啊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时间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短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呀 当你离这个质量越大的物体越近的时候 你的运转速度会越快 会越接近光速 对吗 所以可能只是一刹那 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被黑洞拉到1.5个世界周长了 可能那个时候 就如果你再不点火的话 可能你就已经逃逸不出来了 所以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你 还是靠近不了 这个黑洞 对吧 这个黑洞 它的周长还是不够长 它的世界面周长还是不够长 哪怕它有一百万个太阳质量这么大 但是它的世界面还是不够长 因为它还是会把你往下拉 对不对 所以 没关系 没关系 如果我们再想极端一点 如果我们再去想极端一点 我们漂浮在1.0001倍世界周长上 需要的火箭的动力到底有多大 对吗 按照我们 我们的猜测吧 我们的猜测吧 首先啊 你的身体大概能承受的地球引力 向上拉和向下拉的地球引力 大概就是10个地球引力 这就是一般人还能保持脑袋清醒的 对吧 所以如果说需要10个地球引力 那么在世界面1.0001倍 还要有10个地球引力的 黑洞 它必须得有多大呢 它必须得有至少15万亿个太阳的质量这么大 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面离基点够远 那么它的引力够小 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飞船都可以接近这个世界面 然后我们可以环绕着世界面足够近 我们离这个世界面1.0001倍 我们的周长就保持在这个世界面的外围一点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观测那个世界了 但是这么大的黑洞需要15万亿个太阳质量 就是1.5乘以10的13次方这么多 我们再想象一下吧 我们再想象一下 当然这个就一点猜测也没有了 不是一点猜测也没有啊 就是说我们还是基于现实世界想象 我们猜测 有可能的黑洞在哪呢 在离我们十万光年的银河系以外 也就是远在银河系所围绕着 一亿光年的那个侍女座星团以外 在这么个距离上 我们的哈勃望远镜观测到过一颗 非常非常 这可是真实的哈勃望远镜的照片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照片 这不是艺术想象组 当然这个像素是被补全的 这个哈勃望远镜可拍不了这么清楚 哈勃望远镜曾经观测到过一颗 我们只能管它叫做类星体 3C273 它没有名字 它只有编号3C273 它呢距离银河系 20亿光年 就是2乘以10的9次方光年 这么远 它大概是我们可以观测到的 宇宙边缘距离的10% 大概就到这 我们猜想在这个类星体上 这么大的一个类星体上 我们猜想在这儿存在着一个巨大的15万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但是在地球看来 我们要到这个黑洞 要走多长时间呢 对于地球来说 我们要走20亿年 对吗 我们一光速行进 我们要走20亿年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有时间膨胀 对吧 所以我们在船上 大概只需要42年 所以无论如何 当我们到达这颗 这个这个 3C273这个星体的时候 无论如何 可能人类也不存在了 就是地球上也没有 也没有任何人能接受到我们的信息了 当然我们还是一厢情愿的假设 到时候呢 地球还是有人来接收 这个 当然我们发信息回去还需要21年 我们飞船到那21年 然后发信息回去还需要21年 所以对于地球人来说 当他们收到我们的探测报告的时候 地球需要40亿年的时间 那么当我们到达了这颗这么大 15万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的周围的时候 我们又能看见什么 我们这回 总该能接近它的世界面了吧 我们总该能直接去用肉眼观测它的世界面了吧 那我们又能观测到什么 下周的同一时间 在你可能听不懂的宇宙学 这个专题的第九期 我们再继续给你讲 穿越黑洞的下棋 那么这个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的专题 点赞 留言 不要沉默 让我知道你们都活着 让我知道大家都在听 我们这个专题里头有一些概念 去听爱因斯坦的宇宙 因为之前有人抱怨 说你这个车轱轱话来回说 为什么来回说 就是因为后边听的 老接不上前面的 知道吗 这个直播间里老有人在问 这个前面的什么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就会多说两句 但是这样确实实我也知道 非常影响各位连续听专题的人的观感 听感 所以我以后就尽量我们不重复 或者我们有极快速的重复 然后我争取 就是说告诉你 你该去听哪一期 然后你这样你去重新听那一期 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这个因为确实有一点啰嗦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录音呢 就到这 我们把时间留给斗鱼直播间的弹幕 好 嗯